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李靖報導 浙江市民連線國外討論工作 銀行賬戶遭警方凍結 近日 一位浙江市民在國內電話連線 新加坡大華銀行 討論工作事宜 竟觸發中共公安部反詐中心機制 而遭到警方騷擾 其名下所有的銀行卡 包括支付寶全部被警方凍結 引發網絡關注 4月6日 一位浙江市民 微博帳號美食美景Benny發文說 4月4日下午 他在家用國內手機 聯繫新加坡大華銀行討論工作 一小時後 96110聯繫他 96110是中共公安部設置的反詐勸阻專線 不過 這位網友沒有接聽到 接著他的朋友在微信告知 警察到處找你 讓你接聽電話 不然警方會聯繫你的其他朋友 這位網友看到微信通知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說 過會96110又電話我 說他是反詐中心寧波南門派出所的 也不報警號 態度很差 問我為什麼不接電話 為什麼往0065代碼地區打電話 還定位我家地址 威脅說讓我家地段警察來找我 這位浙江市民向反詐中心的警察解釋了 他打電話去新加坡是談工作的事 同時質問該警察 誰賦予你權利 進入我通訊錄聯繫我朋友 並記述定位我手機 還言語上恐嚇我 該警察聲稱 因為有人被電話詐騙 一切都是為你們好 然後把電話掛了 隨後 該市民所在地的派出所警察 又打電話聯繫他 網友問對方警號 對方稱他是邪警 是當地派出所讓他聯繫的 然後就把電話掛了 意想不到的是 這位浙江市民當晚出去消費 發現他名下所有的銀行卡 包括支付寶 全部被凍結 該市民在與其他網友互動時表示疑惑 難道新加坡大華銀行也列入詐騙集團名單了 在眾多留言中 有不少網友也透露了相同的遭遇 還有網友表示細思恐急 ICP 我前陣子在杭州也碰到過 府警 社區警察 轄區公安 社區工作人員輪番上陣 國內反炸 已經走火入魔了 長廊3155 去年 突然把我電話停機了 說是我打電話打多了 一四電炸 親自去營業廳寫保證書才能開通 雖然大怒 然無可奈何 火星人TJP 前幾天 JC 警察進我們小區進行反炸宣傳 拿出印刷好的宣傳材料要簽字 我很想配合 但他凶巴巴的要我姓名家庭地址手機號碼等信息後 我果斷離開了 白紙白 怎麼感覺這個反炸比詐騙更可怕 在他們面前一切都赤裸裸呀 還說都是為了你好 別不知好歹 據報導 2020年 中國大量外貿從業人員 抱怨自己的外貿銀行賬戶無故遭外省公安凍結 且解凍手續複雜 甚至被要求付罰金 一位賬戶被凍結七次 四次遭外省公安約談的外貿人員 被公安告知 凍結賬戶的理由是所謂電信詐騙和賭博 2021年 中共公安部推出了手機應用程序 反炸APP 甚至強行民眾安裝該APP 西藏研究人員網絡綠松石屋頂和人權機構西藏觀察 今年2月共同發布調查報告指出 中共公安部推出的反炸APP 實際上是更大的監控網絡的關鍵要素 調查發現 這款APP可監控用戶收到的短信 並存取通話記錄和互聯網瀏覽器歷史記錄 它還可以寫取用戶輸入的數字 例如密碼 甚至可拍攝照片 收集用戶與周邊環境的視覺數據 報告補充說 奇人臉辨識驗證功能 還可用於大規模收集數據 加強對包括藏人在內的中國人的追踪和監控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利生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視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利生 分野生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生又有生曬生 白生 紅生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生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 6年高利生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針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利人參含有34種 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 RA、RF、RG3、RH2 為高利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針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燥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持高利生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 RG3的含量比紅生高八倍 人體對玄寶黑生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紅生的6倍多 是白生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